这没假我不给钱了 不合适吧 我说真的 我也打工的 那叫你们老板来 老板老板 老板 今天这没假我不给钱了 为什么呀 你看你店里这一个顾客都没有 我呀 我是华佗 我教你三个方子 这三个方子能让你要到病除 解决你店里的流量问题 能让你一个店面至少一年有100万利润 没准一年之内能开三到五家连锁店 真的假的 这方子你想不想要 想 想听你说说 来 把指甲先给你做完 行 这第一道方子呀 叫做日勤故纵 这没假也就五块钱吧 嗯 你就卖顾客五块钱 那不行 那不得亏死吗 你别急 你要相信我 你卖五块钱 比你卖98做一副指甲要赚得多 怎么说 做生意最怕就是差价思维 要有模式思维 你看哦 这五块钱的美甲 哎 卖给顾客我问你 日客是不是拍成龙 嗯 是 这是不是就解决了你的流量问题 这就是引流 哎呀 这第二道方子呀 叫做 枯骨羹肉 来五块钱做美甲这些顾客 你都让他们办一张会员卡 三百块钱 有人办吗 哈哈 一半一半对吧 对 第三道更厉害的方子来了 叫做 妙手回春 啥意思 就这五块钱引入来的顾客 对吧 你通过办卡 不光让他留一次 而且呢让他来二次三次四次 来你这儿办三百块钱的户源卡 你还要赠给他们三百块钱的 比如说 哎 榨汁机 破币机 微波炉 不行吧 太亏死了 感觉更亏了是吧 你这么算啊 如果在某东某网上 哎 这一个破币机三百块 但是一年 你差不多能接待多少的顾客 五千有没有 差不多 对吧 五千个顾客 如果要是一个顾客充三百 一共充多少钱 三万 哎呦吗 是一百五十个W 这一年 但你店员就笑你 你咋当老板你 对吧 然后你这五千台 你完全就可以找一个大厂定制 那是不是成本就下来了 是不是一百五十个 是不是也就一百五十块钱能搞定 对 那一百五十个W 剩下这个利润 是不是差不多也得一半吧 对吧 那是不是七十五个W 就揣你东里了 好像说的有道理 是不是开店的钱就有了 而且呀 这顾客来了 他充贡员卡 不是让你做五块钱的支架来的 在店里是不是有其他项目 你看我看里面 美睫 皮肤管理 身材管理 对吧 我们要靠的是这些项目来做生单和转化呀 对吧 是年性高的这些项目来塞进我们的利润款呀 那你通过办会员卡 是不是又锁定顾客在你店里交费这些项目了 对吧 嗯 还想听吗 想 最后一招 春满大地 每个顾客是不是基本上都有微信群 对 你看 我就有很多 你这个顾客 对吧 他办了三百元会员卡 这个顾客让他朋友同样三百块钱会员卡 你就给他提一百块钱 顾客愿不愿意 肯定愿意啊 这不得了吗 那所以说他轻轻松松一个人一年给你办来十张卡 他自己拿着一千块钱 愿意吧 那所以你是不是就有源源不断的新客来了 你还愁客流吗 还愁生意吗 还愁现金吗 多少个三百块钱都到你兜里了 为了吗 用这个方式开连锁店 一定不要差价思维 要有模式思维 太厉害了 这套方法 持不值这个没价钱 持免单